今天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北部的朋友感受上最為明顯 中午的溫度 比昨天要下降2度了 但到了現在晚上 北部海岸線的溫度 已經在13度 要提醒大家 晚上天氣有點冷 但到了明天週休假期的禮拜六 出去遊玩各地天氣情 因為東北季風 在明天的一大早就要減弱了 中午的溫度回升到22度了 南部地區還是在26到27度 不過早晚天氣涼 早出晚歸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可是週休假期的好天氣 就只有在禮拜六 因為到了禮拜天要轉下雨了 氣溫也要下降了 週日隨著華南雲帶的東移 再加上冷氣團逐漸的南向 溫度形態來說 從星期天的早上開始 飄了雨 溫度就這樣了 到了星期天晚上 溫度到了14度 所以晚上開始就有點冷了 可是這一波的冷氣團 在週一跟週二的時候 低溫的部分就會降到 12度的低溫 加上有下雨的狀況 濕冷的感覺非常的明顯 而到了禮拜三 逐漸的要轉為乾冷天氣 因為另外一股乾燥的冷空氣 再下來 低溫部分12度 但是到了星期四 星期五 低溫的部分可就到了10度了 北部地區到了10度 尤其是台北側站 那就稱之為寒流影響了 寒流在週四就要到了 週四 週五 天氣寒冷 再來到了下一個禮拜六日 溫度一樣在寒流的影響之下 所以從這禮拜天以後 開始到未來的一個禮拜 甚至到未來的 在下一個禮拜四之前的時候 都是一個偏寒冷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壓帶下來的 雲街的現象很明顯 今晚冷空氣是偏強的 明天高壓系統就到韓國了 我們的風向要轉東風 所以週六各地天氣好 只有東部地區雲亮多 但禮拜天冷空氣又要再度下來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外島地區的溫度形態 來說在晚上馬祖只有8度 金門11度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13 今晚 在明天白天溫度深 中部日夜溫差大 南部中午暖 但東半部有點短暫雨 小丁寧 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是早晚冷 穿著方面要保暖 但禮拜天開始 沿海陣風偏大了 海邊活動要小心